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 你有聽過刷機嗎? 應該聽過 但是你知道什麼叫刷機嗎? 應該不知道 今天就讓我來告訴大家 什麼叫做刷機 OK? 跟著我們一起走吧 我們來去認識什麼叫做刷機 GO! 好 現在呢 要給各位來示範一下什麼叫刷機 好 今天的主角呢 這台LG的 Oltimus G 好 現在 我要開始刷囉 拿出大刷子 洗衣的刷子 一直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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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刷一直刷 好刷機完成 欸 不是這樣啦 這也不叫做刷機啦 購買用 來 再來看一下什麼叫做刷機 好的 剛剛在搞笑 還拿出洗衣服的刷子來刷機 這個不就是刷機 現在你們看到的叫做刷機 OK刷機有一個步驟 第一個 先 解鎖你的手機 或者是 先把你的手機刷入所謂的recovery模式 來我們手機都recovery 有原廠的跟非原廠的 這個就是非原廠的 recovery OK 那 recovery呢 在這模式下 我們要先做一個動作 一個 先清除你使用者的一些資料 再來 清除 緩存 這兩個一定要先做 清除使用者的資料 還有清除緩存 再來 清除完之後呢 去記憶卡裡面 選擇你想要刷入的ROM OK 我們再去選擇你想要刷入的ROM 或者是透過外部的記憶卡 三星 三星外部記憶卡 我們就要選擇外部的記憶卡來刷ROM OK 好 刷完之後呢 會變成什麼樣子 來我們快轉 我們來看一下 刷完之後變成什麼樣子 好的 這就是刷完機之後的Note 2 其實刷機可以幹嘛呢 它可以修改我們手機系統的東西 包含開機畫面 包含待機畫面 包含自行 自體 或者是把 三星的TouchEase全部刷掉 刷成Google最原生的作業系統也可以 所以簡單一點講 刷機就是要取得ROOT權限 ROOT權限就是讓你有手機使用的權限 可以針對你的手機去做系統的修改 來 我們示範一下Note 2 刷完機之後變成怎樣子 可以拿出你手機的Note 2 跟我們Note 2做比較 來 解鎖 首先呢 再往下拉 或者下拉的方面 在這邊呢 刷完機之後 我們可以刷很多快捷芯在這邊 這個比原廠的還要多很多 所以這邊方便你快速切換你的使用模式 再來呢 這裡有個 按鍵首頁按一下就回來了 這個跟原生的也比較不一樣 或者是往下拉的時候 這裡一個鎖按一下 螢幕就會鎖起來 這個東西呢 都是在原廠鎖沒有的東西 再來 各位可以看到 所有的圖示它都變成藍色的 當然這是有刷入所謂的美化包 你要刷入所謂的美化包 你才可以讓你的手機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是第一個部分 刷完機之後 手機可以幹嘛 好的 改機 刷機 你們看完了 當然我們取得使用者的權限之後 我們就可以針對遊戲來做 一些些小小的修改 來 各位看一下 我們進來Play 各位可以看到 愛心 999 997 100萬 再來 我們進來裡面看一下 道具 道具 你注意看 這邊 九一 九千 九百 九十九萬 九千 九十七個棒棒 隨便你 怎麼敲都沒關係 想要怎麼敲 你就怎麼敲 你會永遠都玩不了 因為永遠都不會死 好 所以呢 這次刷完機之後 取得使用你的權限 使用的另外一個效果 就是修了遊戲細節 好的 擺機碗 剛剛有示範過 Pending Crash 或是說遊戲 你可以修改素質 還可以幹嘛呢 還可以換字型 來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原來的字型 看好這是原來的字型 等一下我們把它變字體 好的 我們字體已經改好了 這個字體叫做浪漫亞元 有沒有記住 剛剛的字體 跟這個字體不一樣喔 看不清楚的話 倒轉回去 好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更換字體 來 你可以在Google Play商店裡面 下載愛字體 可是注意 你們可以下載 可是如果沒有使用者群線 也就是沒有刷機的話 你無法去更換字體 在這邊呢 有很多 這麼多 四五十種吧 只要你喜歡的字體 都可以下載下來用 我們來示範是改字體 改蝴蝶結了 按下它 按下應用 好 等一下 這隻手機的字體 就會變成蝴蝶結字體 而且很可愛 所以刷機呢 代表什麼 其實就代表你有使用者的權限 你可以針對你的手機的字體去修修改 正對你手機去做一些你想要的一些設定 好 所以你們先看一下 字體又變了 這個叫蝴蝶結字體 好 這是刷機 可以讓你的手機變得跟不一樣 其中一個設計的部分 改完機之後呢 還可以幹嘛呢 就是在拍照的時候呢 你可以對著你的Note 2說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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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 微笑 好 你可以對它用聲控 好 當然這次Note 2才有了 其他的手機就不一定會有 所以呢 改機可以做很多事情 如果你想要了解什麼叫改機 你的手機也想改機 那可以來找我喔 來享福科技找阿基 就沒問題啦 掰掰 這邊還有一些小丁寧要跟你講 如果你沒刷過機 如果你對刷機不了解 請不要自行嘗試 因為官方會給你取消保固 OK 剛剛在影片的前面 所介紹的那個刷機 那也不是很完整的模式 刷機要經過很多步驟 包含要備份你的EFS 也就是備份你的IME 還有備份你的原始的ROM 當然這是比較進階的東西 所以刷機沒有像我剛剛示範那麼簡單 再次盯點不要自己刷機 OK 掰掰